西院玉河桥 西院长看了一眼后头一个教夫,即便明白了这些人,就好比是龙子、哑子,可也不能担保这些谈话,不会承报给特定的人,他不得不加了几分小心。 娘,那任命倒是没什么,可是,这武将出阵在外,家人历来,不是要留在京城吗?为什么我…… 江南是什么地方? 一星郡主微微一笑,见陈兰瞪大了眼睛,随即露出了恍然大雾的样子。 一等一的风月之地,不带家眷的官员到了那儿,不是放纵他贪恋花街柳巷吗? 两江总兵一向是带家眷上任,这又不是宣服大通辽东这样驻扎铁骑大军的前沿。 那些军马不是为了防内乱,就是为了防南京宗人府康管的那些闲人,总共不过三万,称得上是精锐的,差不多是一万。 难道当总兵还能从那边起兵造反吗? 娘,那两个饭祭的字,你也说得太利索了。 见陈兰冲着自己皱了皱鼻子,宜兴郡主笑着一摊手,我是口无遮拦,他们不会连这话都往外瞎传的,再说,这原本就是事实吗? 我从前留下一些人手,你不妨帮忙留心一点。 咦? 陈兰闻听一愣,再看宜兴郡主,见她恢复了直前淡淡的笑容。 娘,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? 仿佛不是宜春馆的方向。 我带你去内教堂外头转一圈,让你看看你家书全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 哦,对了,怀王就关在那座广安店里,他这回啊,是自作孽。 唉,只可怜了李书元啊。 按照怀王之前所做知识,换成普通人早就死十次也够了,可如今却能逃得一条活路,陈兰甚至不用细想,就能够明白皇帝此举的无奈。 已经是死了一个吴王,又发配了一个晋王,倘若再把这个儿子直接赐死,只怕京城震动就更大了。 路过广安店的时候,那边传来极大的喧哗声,陈兰一下子就有了一种不怎么好的预感。 停叫,宜兴郡主高喝了一声,还没吩咐什么,势力叫边的小丫头龙泉便立刻朝着那两个小太监迎了过去。 虚语,他急急忙忙赶了回来,到了窗窗口轻轻的弯下腰。 郡主,是李书元,李书元被打破了头,郡主,您要不要去看看? 那个混账的小畜生,宜兴郡主不用追问,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你和纯君一块去,赶紧把李书元给送回去,再到御药房请御医过去,然后传我的话,广安店四周警戒加倍,送饭的全由窗口递进去,不允许一个人进屋和他说话,不吃拉倒,饿死算术。 听到后头,这极其彪悍的八个字,陈兰忍不住盯着宜兴郡主,看了老大一会儿。 极致龙泉答应着走了,他方才冲自己的干娘,竖起了大拇指。 龙泉案里搜出来的东西啊,昨日都承送御前了,谁也没有想到,那里竟有一个密室,保存不少国朝初年的东西,其中就有楚国公舔水哥的亲笔,恰是和你背得一模一样。 真的一模一样。 陈兰自然而然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,怪不得头一回和娘一起去,龙泉案主就曾经调起这个话头,话说得很隐晦,就连那天晚上也是。 见陈兰说着说着,就露出了心有余悸的表情,一兴郡主拉住了陈兰的手。 他那是别有用心,有意和你沾上关系,皇上哪里会不清楚呢? 你又不是我这样走南闯北不安分的人,从前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大家千金,就是往你身上泼脏水,也得有人信才成啊。 打从三叔陈英被调宿州的文书下达之后,陈兰就知道这事情应该牵扯不到自己身上。 然而,此时相比宜兴郡主那明确的安慰,却反而是楚国公遗住能够留下,让他更加松了一口气。 想来如今去开国遗远,皇帝再不觉得那位开国忠臣还会留下什么影响。 相反,那些遗住也许对如今的盛事有用,这才把所有的东西留了下来。 前清宫东暖阁 面无表情地听完了广安殿发生的事情,皇帝却未出只言片语,点点头表示知道,打发那个之前报信的小太监走。 只有天身服侍皇帝写字的成太监,才能从那墨迹淋漓的字旨中发现,皇上的心中蕴藏了多少的怒火。 天作孽,有可恕,自作孽,不可活呀。 正月初一这年结束来是走亲访友的日子,因而一大清早杨晋州上朝,陈兰进宫,但络绎不绝的送礼人几乎不曾断过, 仿佛要把靖元之前,闭门谢客那缺口全都给补回来。 江氏起初还打起精神渐渐,后来就不耐烦了,渐渐把陈兰留在家里的云姑姑柳姑拆出去应对。 直到得知十五帝江百来了,他才吩咐把人请到了小花厅。 当年出嫁之时,他已经急急,幼帝却只有五岁,相对之时自然不会出现什么抱头痛哭,更多的是尴尬无言。 这个时候,外面有人来抱,老太太,老爷回来了,得知儿子回来,江氏心头一松。 如今呢,全哥娶了媳妇,家里的事我也撂开手不管了,全都交给他们。 你这之前见过全哥,这事情只管直接对他说就是。 至于全哥媳妇则是进了宫,你不妨多盘缓一会儿,一块见一面。 江百昨日才见过杨靖州,一想起那种冷冽的表情,心里就有些发怵,此时只能强笑着点了点头。 全哥啊,日后我们一家住在京城,还要劳烦你多多照应。 江百想着在金陵时,继母所出的两个兄弟在分家时生生占去了众多田土,而且族长偏袒不公,认不住心头一热,竟脱口而出。 之前我是不闻不问,这不应该,可是族中有宗长,家中有继母,我被钳制得动弹不得。 再加上,家境艰难,并不是友谊。 我也知道,搬到京城实属厚颜,只求靖远帮忙寻一处公道的宅子,让那些地头蛇不能滋扰,有得我们过下安生的日子,别的不敢多求。 刚刚那一番交谈下来,江市已经觉得,兴许是多年的折磨,这分别多年的幼地着实不是很有心机的人,那种低声下气的软弱和他印象中的江家相比,仿佛就是两个世界,终是软下心来。 罢了,过了年呢,家里正好要看房子,让全哥叫人帮你们看一看也行。 母亲这么一说,杨靖州不禁瞅了过去,见江市低垂眼间,可那种伤感的表情却是表露出来。 一直等到午饭时分,陈兰仍是不见回来,杨靖州渐渐觉得有些不对,可宫中不比其他地方,大探消息不易,他只能按捺着陪着吃了午饭。 倒是江柏瞧着气氛不对,又盘缓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。 江市心中也有些着急,故而并没有开口留客。 等到杨靖州送客回来,身边竟多了一个陈兰,他吃惊的同时,也没有什么避忌。 阿兰怎么去了这么久,不是说黄贵妃请去续话吗?难不成宫中有什么波折吗? 刚刚杨靖州送人的同时,正好遇见陈兰。 见礼之后,陈兰笑道,伯母,我家罗姨娘和吴姐姐刚从宫里回来,吴姐姐瞅空子给我递了个消息,说是姐姐今天在黄贵妃那儿盘缓了一会儿,随即罗贵妃又请了她去。 后来看天色大约是在咸阳宫留了饭,指不定郡主师傅也在那儿呢,所以啊,不会太早回来。 江市这才释然。 你平日来的秦,今天正月初一,怎么却来晚了? 早上给韩先生拜年,然后去杜阁老那儿,再接着又去了韩国公府,才回了侯府,就紧赶慢赶来了静园。 这不,我想最后也能多待一会儿不是? 陈衍留下说了会儿话,门帘一动,陈兰跨过门槛进来。 刚刚已经看到门帘外头,媳妇打手势,杨静周自使并不惊讶。 见陈衍瞪着眼睛,满脸的意外,随即善善的,他哪里能不知道这小家伙是怕大过年的遭一顿教训呢? 于是抢在了前头。 好了,如今呢,不比过去。 再说了,你就舍得让杜家小姐一直等着吗? 以后啊,少说傻话,该立业就立业,该成家就成家,一切随缘。 像我和你姐姐一样。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,杨静周的表情自然而然地柔和下来,眼睛看向陈兰, 却发现他也正瞧过来,目光对上的时候,甚至还冲他眨了眨眼睛。 早早吃过了晚饭,陈兰送陈衍出大门。 姐,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吩咐? 也不是吩咐,稍个信回去。 三叔最晚过了元宵节就会上任,按照之前云南的例子,多半要带着罗姨娘随行,可如今三婶故事不久,她没有再续闲地打算,罗姨娘又有告命,所以应当让她留下。 留下? 留她干嘛? 陈兰一时觉得糊涂了,她当初可没少算计咱们,理会她的事情做什么? 她好歹是罗家的人,你罗师兄的姑姑,而且,她使过绊子,可终究不算是手握,五妹妹去帮咱们递过讯息,再说,举手之劳又是名正言顺的事,得饶人处且勺人,何妨帮她一把呢? 好,我听你的。 眼看着陈兰告辞之后,跟着打着灯笼的两个婆子,兴高采烈走得飞快,陈兰站在原地,突然生出了极许忧虑。 但是,随即她哑然失笑,毕竟她比小家伙经历多得多,不能要求她如她这一般,只是,待人以真心,待人以算计,这其中那微妙的不同,真正有心的人,哪能察觉不出来呢? 回到房中随僵尸坐下,陈兰这才转到了正题。 今天输权的事情,皇上露了个口风,娘那边也确认,大约是等过年之后,便要外放两将总兵。 咦? 这条消息大大出乎僵尸的意料,抬眼看儿子的时候,发现一样是恶然诧异。 怎么会这么突然? 皇上可说别的了吗? 陈兰间皇帝那儿的原话稍稍加了改动,见僵尸一下子面色雪白,她生怕婆婆会会错意,少不得婉转地解释几句。 不是那个缘故就好,说起来,我也已经是二十年没回故里了,想不到这辈子还能有故地重游的一天。 娘,皇上这任命也是圆了你的心愿,再说,我连北边都去过,难道还怕江南吗? 杨靖州虽说一下子也是生出了无数的念头,但是还是一力地先安慰母亲。 再说了,想比杨宁侯那样出镇边关不带家眷,怎么一家三口却能一起走,还有什么比这么更好的呢? 夫妻两个须余就把僵尸安慰地转忧为喜,等到伺候僵尸躺下,夫妻俩这才一起出了门。 困了吗? 嗯,一整天见的贵人太多,就连皇上也凑热闹,我这精神啊,一直是绷得紧紧的,幸好在娘那儿放松了一下,回来的车上又眯瞪了一会儿,否则真就撑不下去了。 挽着杨宁侯的手臂,几乎把人的重量全部靠了上去。 回头呀,真得好好调养,好好锻炼,否则,不管是等运河开洞坐草船下去,还是从天津坐海船,或是干脆走路路,都至少要十天半个月呢。 杨靖州微微一愣,发觉妻子靠在自己胳膊上,自顾自的低声呢喃,后来越说声音越轻,而她胳膊上那重量却是越来越重。 她冷不丁停下步子,随手一抄,竟是打横把陈兰抱了起来。 原本几乎闭上眼睛的陈兰一下子就惊醒,随即吓了一跳,正要说话,她就看到了那双漆黑的眼睛露出了固执的表情。 尽管有些恼怒,可这会儿的阳相已经出了,放下不放下都是差不多的,因而索性把心一横,深深地把头埋了下去,脸却是有些发烧。 有了陈兰的事先打底,正月初二,陈兰上门,只是略微一提,朱氏便心领神会,当即招了罗姨娘过来,说是自己年纪大了,让她挑几个可靠的人跟着陈兰前往宿州,自己留下来照顾儿女。 尽管心下千肯万肯,但罗姨娘顾忌陈兰之意,仍是先犹豫着找了些理由,随后在朱氏板起面孔之后才答应下来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,陈兰没有提出任何质疑,随即便歇在了外书房,让原本提心吊胆了罗姨娘大为松起。 可是,让她更没有想到的是,陈兰拆人让她开始打点行装,竟是大年初八就预备启程,前往甘肃。 真正到了临行时,眼见陈兰面无表情拜别诸事,跟出来的罗姨娘带着儿女们一路把人送出来,因其一言不发,心中越发坠坠。 等到了二门,她看见门外十几个家丁家将,都是牵着马等在那儿,自然而然就停下了步子。 望老爷此去,再见大公,早日回来。 哦,你们不都是盼着我早些走吗? 省得你们担惊受怕呀。 此话一出,无论是罗姨娘还是陈青、陈汉、陈兮,亦或是吴妈妈和陈汀,面色一下子都变了。 老爷,喝出此言,大家自是希望你留在家里,这是圣命难为。 她这话没说完,突然觉得手腕一痛,却见陈英铁钳子一般的手紧紧估住了自己的手腕。 她眼神一缩,却发现陈英那张脸几乎和自己不过盈寸之举。 哼,不要以为留在家里,就能够太太平平。 没有主母的名义,你在老太太面前,什么都不是。 你以为,这个世上有平白无故的好心人吗? 你以为三丫头是平白无故在老太太面前给你说像吗? 罗姨娘被陈英那阴狠的语气说得浑身发冷,想要辩解,却见后头有人拽自己的胳膊。 老爷的提醒,切身都记下了,记下就好。 陈英再没有说一个字,便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。 如今的规矩,一年到头,正诞、冬至、圣节,这三大节是最为庄严肃目的。 只对民间来说,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,这十一天的登节,方才是普天同庆的大好日子。 世子最爱宣武门,西边的护城门却是煤车络绎不绝。 在这络绎不绝的队伍中,一直逆流出城的队伍,自然是极其显眼。 外头韵眉苦力的妖化声,骡子、驴子不时发出的嘶叫声,杂乱沉重的脚步声,磕着碰着时发出的鹤骂声。 车行载路,这些声音不绝于耳。 陈兰见杨靖州频频往车门看去,便没好气儿地说道,走这条路不是你选的吗? 我是想着石刹海那边都是世家豪宅,那中的主人们这几天也常常往外城去,有心避一避,却忘了今日是登节。 你呀,横叔又不急,咱们在城外要待上三四天呢,要说还是娘和母亲最有先见之明,昨天就相约先出城了,也不用和看灯的人挤在一起,连小岁一起带了,知不知道惠心姐姐是不是早就走了,不过,想来也不会走咱们的这条路啊。 杨靖州被陈兰说得面露苦笑,正在这时,秦虎来报,大人,罗世子,好像还有萧世子和什么人就在前头。